汪先生的支付宝一共收到了两条消息 第一条消息是6月18号早上5点52分收到的 显示快递公司是深通快递 派建员姓张 并附上了派建员的联系方式 第二条消息是早上6点29分收到的 上面留了另一名派建员的电话 显示包裹已经被门卫签收了 汪先生说他上班的地方比较大 快递员进不去 所以要提前了解对方会送到哪个门 他平时5点半就起床了 当时看到第一条消息的时候 就点击了上面的联系号码 手机就跳到了拨号页面 所以第二条消息他当时没有看到 随后他就去处理家务了 手机就留在了这个拨号页面 等到当天早上6点49分 他再回过头来联系派建员 就直接打了拨号页面上的这个号码 他说这个事情他不知道 他不是他送的 汪先生说他挂断了电话后收到了一条短信 短信里说他叫什么叫 剩下的全是骂人的话 通话记录显示整个通话时间只有21秒 汪先生说如果起争执了 不会聊这么短时间 收到短信后他很生气 多次打电话过去 想问一下这名派建员 但对方电话一直提示盲音 汪先生也思考过 对方这么大的火气 会不会是大清早打电话吵到对方 但仔细想想 他觉得这个理由不成立 这个不是说你吵不吵到的问题 你否则你短信怎么会推送到我这儿来的 那肯定是有人为操作的因素在 你这个提示你都不怕吵到我了 然后我打个电话有问题吗 那个我到8点多9点钟不到的时候 通过深通深通快递的客服去反映这个情况 答应我24小时之内处理 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的电话短信都没有 汪先生现场拨打了这位派建员的电话 提示正在通话中 记者用自己的手机拨打过去 对方没有接听 记者发短信过去表示希望能够核实情况 对方回复说不接受采访 记者把问题反映给了深通快递客服 客服了解完情况后回复 汪先生反映情况之后 他们在24小时之内就进行了回复 但没有打通汪先生的电话 打了他六通电话都打不通的 我这边也有录音也有通话记录的 确实是他电话受限了 快递员这边的话我已经反会的领导了 稍后领导这边会对他进行处理 晚上回来的话也会找他谈话的 他会给他道歉的 但是他现在要当面 有没有问过快递员他为什么要发消息 去骂这个客户啊 这个片不是他送的 他大概给他也解释了 可能没解释灵清了 这个具体的他也没有多说 那么既然不是他派送的 那为什么会留这个快递员的电话号码 这个消息应该是他后台自动推送的 这个不是我们发的 后来汪先生表示 采访结束后 神通快递的客服联系了他 也说打过他六次电话都没有打通 但他一次都没有收到过 另外发短信的那位派送员 也给他回了电话 表示会亲自去他单位当面道歉 他考虑了一下 还是决定把道歉地点选在了旁边的派出所 1818黄金也几致报道 107点 108点 106点 111 106点 104点